基隆昨天凌晨的一个社区火警 地下室的停车场 机械停车位突然起火燃烧 让很多正在睡梦当中的民众 赶着就穿着睡衣脱鞋 逃出了家门 有一起火的是在上层的机械停车位 社区警卫用灭火器 没有办法来自己扑灭火室 赶紧来打电话给消防队 在现场农烟密布 不过索性的最后是没有人员伤亡 大楼烟雾弥漫 消防队员紧急拉水灌溯 系统社区在凌晨发生火警 睡梦中的居民听到失火 连衣服都来不及换 穿着睡衣脱鞋赶紧逃生 他穿睡衣要推射 他每天担心说会不会上顶 他妈咧在问 没有我是不知道 他是跑到是不是跑下来 他说在干嘛 睡觉啦 闻到什么味道 闻到那个臭味道 皮的味道 就跑出来了 我睡的是玩 住户穿着睡衣急着寻找自己的亲人 消防队忙着灭火 由于起火点是位于机械停车场上层的位置 加上地下室密闭的空间 能烟迅速弥漫 就算社区警卫第一时间灭火 还是无法护灭火事 三位保全人员就下去拿灭火器去灭 大概火势太大 基本上来讲火势太大 可能大概就没办法说我们就通报 一个火警发生的是一个机械停车位的上层车位的这个车子发生的一个火警 管理员虽然到现场就灭火器 但是因为它是悬空的情形 它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有负面 连续假期的最后一晚 居民大多早早就寝 突出其来的大火 让许多住户吓得惊慌失措 幸好居民全数逃出 才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而至于起火的原因 警消还正在进一步理清 中天新闻曾俊章 基隆采访报道